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聚焦传统与创新 全球与本土 理论与实践 以大绘画时代绘画方法论的思考与重建为核心方向 后印刷时代的版画艺术 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壁画原创为重点方向 以构建绘画东方学为宗旨 通过基础融通 内涵深入 构筑大绘画教学与研创的新格局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艺术人才 2015年 学院整合油画系 绑画系 壁画系 以及再次筹建的综合绘画系 成立绘画艺术学院 确立本专业的学科格局 1. 以东方学为核心 大绘画为主轴的专业思想体系建构 以绘画东方学思想为引领 努力打破绘画不同专业方向间的学术壁垒 构筑大绘画时代的专业教学 创作与研究的新格局 并在绘画方法论的构建之中 实践一条中国绘画艺术教育的新路径 持续打造英特尔 Youth 国际青年绘画年展 CAA国际版画三年展 等多个国际学术交流展示平台 通过对一系列绘画基础方法论的持续研究 铸就了一套基融通 中国传统绘画品质 有注重当今艺术前沿观念的 深具历史含量 和当下意识的教学与研究体系 代表了中国绘画艺术教学 创作与研究的最高水准 二 以四通人才为专业培养目标 改革与深化两段制至三段制的专业教育模式 围绕四通人才培养目标 强调以大绘画背景下的油画 板画 壁画与综合绘画等专业方向 为学生个体开启的不同通勁 以达到绘画记忆的训练和绘画思想的创造性转向 与创新性发展 围绕专业建设目标 以基础融通 内涵深入为指导 实行专业基础部 专业方向基础教学 专业工作室教学的三段制教学模式 开设基础 专业融通课程 深化各工作室的特色课程 三 深入与完善以工作室为基本平台的多元互动 合而不同的教学与创严格局 确立于加强以工作室 实验室 研究所为单位的三环结构 现拥有两个科学创新平台 五个研究所 四个实验室 十二个工作室 以普修 选修 工作坊等形式 加强一流实验室课程的建设 打造了传统技术 与当代创作密切相连的学术平台 四 以人民之心 时代精神 民族文化为特质的专业创作 推动专业教学 聚焦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打造了一支美术创作的国家队 在重大题材 全国美展等创作工程 和展示中成绩突出 代表了国内最新艺术创作成果 和当代文艺研究的最高水平 通过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中 取得的优良经验 积极实施以研究促创作 以创作代教学的教学理念 油画系的前身 为1928年建院之初的西画系 1954年正式更名为油画系 作为中国美术学院 办学历史最悠久 学术实力最雄厚的专业之一 长期以来 油画系立足西方油画传统 重视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设 重视油画与中国艺术精神的融通 重视基本技能 与探索精神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致力于培养从事专业油画创作 与教学的高级专门人才 进入新时期以来 基于时代对油画艺术教育 研究和创作的崭新要求 油画系以技艺与方法 大绘画时代绘画方法论的思考与重建 为核心研究方向 持续优化工作室教学 积极增强油画专业内涵建设 和专业教学融通的改革 努力构建工作室 实验室 研究所的三环结构方案 同时 着眼于油画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这一根本问题 以绘画东方学为引领 从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 中国艺术精神的融合 具象表现绘画的研究 多维表现绘画的拓展等诸多角度 展开油画教学实践 研究创作的思想与方法建设 既关注绘画本体 又兼具国际视野 以探索油画艺术前沿发展的高点与亮点 持续引领大绘画背景下的油画教学 研究和创作实践 油画系实行工作室制教学 现设有历史与主题性绘画 新具象绘画 具象表现绘画 多维表现绘画四个专业教学工作室 另设有油画材料与修复实验室一个 四个工作室 分别对应当代油画创作的不同维度 以开放和多元的姿态 既坚守传统 又注重遗骨开筋 推陈出新 积极回应新时代油画教育的新需求 与新任务 绑画系 中国美术学院是中国新兴木课运动的重要策源地 绑画系正式建置于1954年 是中国最早采用现代教育模式 展开版画教学与研究的专业机构 长期以来 绑画系始终坚持以革命文化为其测源 以本土传统为其培养 以绑画技术为其基础 以民族担当的使命重负 和中国精神的活化重建为其指规的学术方针 特别在今天 以后印刷为主要专业症候的时代背景下 绑画系积极注重跨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 强调以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和国际化事业为依托 着重东方艺术精神 和当代绑画创作的深度融合 紧紧围绕后印刷时代的绑画艺术这一重点研究方向 通过版画方法论的思考与重建 优化工作室教学与三环结构方案 持续加强版画实验室的国际化平台打造 以研究并构建一种基于大绘画学科背景的 有效链接版画基础研究与创作研究的 具有深层专业融通与互动内涵的学科结构 培养具有扎实版画造型能力 与相关基础理论知识 拥有独立版画创作和科研能力的应用型 与创造型专门人才 版画系实行工作室制教学 现设有民族性版画 新现实版画 表现性版画 和复合性版画四个专业教学工作室 同时建有涵盖了平板 凹板 凸板 漏板 综合板 以及传统木板水印等各专业版种 配备国际一流专业设备的大型版画实验室 壁画系起源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 1981年筹建 2002年正式设立壁画专业 2007年成立壁画艺术系 隶属于公共艺术学院 2015年 壁画系调整至绘画艺术学院 壁画系以工作室教学为平台 以实验室教学为特点 建立注重方法论 与动手能力的研究型实践性教学模式 培养一专多能的综合型应用型人才 在大绘画与镜下 壁画系紧紧围绕城市化进程中的壁画研究与创作 这一重点研究方向 以图像学为基础 以现当代艺术成果为引领 以媒介与材料学为本体 积极探索公共场域中的宏大叙事 和纪念性绘画表现 注重实验型壁画在现代建筑空间中的创新应用 踏实研究壁画创作的程序和制作方法 传承东方经典壁画法理和技艺 活化传统 创新形式 三环互动 打造融教学 研究与社会服务为一体的学研产平台 壁画系现设有大型纪念型叙事性壁画创作 与东方壁画创作两个专业教学工作室 东方壁画研究所 以及包含了中国传统干壁画 欧洲诗壁画 坦培拉绘画 陶板壁画 马赛克镶嵌 研彩 分层壁刻 彩绘工艺 复制与修复等技术研究 与实践的壁画材料媒介及技法实验中心 中国美术学院综合绘画系是艺术院校中国内首个以综合绘画为方向的现代绘画实验教学系科 他以1994年成立的综合综合统画工作室为发端 综合绘画艺术创作与研究能力的应用型与创作型人才 培养了包括当今活跃画坛的艺术家在内的一批批当代艺术创作人才 目前综合绘画系实行工作室制 现设综合绘画与水性材料绘画两个工作室 招收本科生与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与课程为现代造型语言研究 综合材料与水性材料媒介绘画的语言研究 图示与图像研究 传统艺术的当代转换研究等 同时综合绘画系包含两个研究所中心 当代综合绘画研究所 是国际与国内艺术家创作交流与对话的平台 近年来不断聘请国内外知名艺术家与教授前来讲学 在国际工作坊 国内外艺术家交流 创作研究系列展览等方面 展开了积极有效的活动与影响 中国水彩化研究中心 注重从东方水性材料绘画的体系中汲取资源 立足于东西方水彩比较研究 是梳理、构建和深化中国水彩的专业研究平台 工作室的老师 作为国内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艺术成果不断 先后任教的教师 在校与毕业的同学的作品 多次入选全国性美术作品展 并履获奖项 2019年绘画专业复辟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绘画艺术学院将坚持以四个回归为力得数人 专业建设、私证工作的指导方针 打造具有国美特色的新一颗糕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